吃中式料理常常使用到牛皮 另外傳統一行也常常使用牛來治療關節炎 遲到治牛市長的輸牛越來越大 這間農業新武技術公司 在合米達市大學一分地的運行 以理督做市蓋激方式栽培 搭配主動壓水系統 提升經濟的善良和品質 29號上午基盤採取觀摩會 和合米晴隆分享 北地進經濟的技術和經驗 菁是當風料理當中常常看到的作料 不論是中式料理拿來欠香 或是日本料理常常搭配的食材 各當作為中藥材泡菌地點公用 雖然市長的輸牛越來越大 這間農業新武技術公司 特別在合米大學代表一分地的運行 來進行 因為汽水流量更大 但是傳統的漿我們都是在山上三坡地來種 那這個它是一年一收 如果你在市外它是一年一收 而且它有一個所謂叫做連作障礙 它種完一年之後 一定要再去外面再找一個地 那再加上外面它受到很多天候的影響 所以它一定要噴農藥 所以我們在這個我們孫廠長 它是長期致力以漿的研究 所以我們把它也可以說 是目前國內第一家 平地溫室種漿 那平地溫室種漿 一年它可以兩收 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來講 如果說你要採嫩漿 五月嫩漿 如果是要老漿連底 那我們如果說這個 在溫室裡面嫩漿 我們可以五月有嫩漿 十月有嫩漿 像我們這一場十月份就有嫩漿 按照表 離地財部的教主動得完技術 每一個部署都是新的試驗 跟結合重重的科研 經過一年的時間 日子到何上午去辦菜市觀摩 跟合併清隆介紹原食正經的技術和經驗 我們是採收啦 應該看起來還沒有完全好啦 但是呢 這樣也可以採收的啦 那採收時間 這邊可能要三天到五天才可以採收完 平國省黨宿長接觸 做一杯用管理健康証廟體系 可以隨時擁有廟宰政策 無分規則 還有在大附的關系立地蓋解制部的設備 正在資金一年可以冷修 降級成本 加接主動得完設施 這項連環 像三個三兩個片子的資金 全家都不用收藥 大眾的新聞 葉鳳梧 何美 蔡航寶東 我們先eries jet不 mãe啦 我們先進個宿 重보 成本 小